三地无山如单身最后倒数 工作还是满到不行 每次出来都很用心准备梗 这次未有什么惊喜 大家也相当期待 我一定要想办法给你们一点新的故事 没没没有 我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 发现一个很难的问题 就是我的婚纱裙摆太大了 目前找不到任何一块红毯 可以容纳我的裙摆 所以我现在在想办法 要跟金钟讲解 正常的红毯就150公斤 然后我的裙摆竟然有250公分 然后我想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样子的话 我的整个红毯会被我的裙摆盖住 除了就是自己去做红毯 去剪布做红毯之外 我只能够想看 能不能跟金钟讲的红毯情商一下 请他借我 借我走一下 金马奖会到你就跟他借掉 不然我扮在金马奖现场好了 这样我也不用复制 备版也都有 你们也都在 诶 没入围啊 我不只是没入围 我没报名 我没有作品 我们在金马奖 因为人生就这么一次可以穿250公分 对不对 然后我决定要再也不提 那个王先生 王姓设计师 为什么你被下风口令 我没有被下风口令 我是要把他封杀 因为大家都爱他 然后我是有一点不高兴 所以你要吃醋 当然吃醋 我狮子做的耶 吃醋了 我身边的男人都好烦 一见面不是我爸 就是我弟出来之后 开始问我弟 好啦 现在又要问别人 那我呢 我需要画面 你们最近一直报导他 他就在跟我抢饭室 所以你不打算让他出现 你怎么会咬得自己去啊 一见表 四十五岁一见 四十五岁一见 哈哈哈哈 不要写这个 不要写这个啦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乱讲 我不知道啦 这种东西不能计划的啊 我的人生大事都被爆料完了 就是连这种事 我都没有真的自己计划 我都觉得算了算了 没什么好计划的 看不开也是一种优点啦 哈哈哈哈 对你实不说 我都没有人在这种事 你实际上 有机会 对不起